历史圆瓶贴标机的穿标方法 首先 叠切放在标盘上 盖子盖上 从第一根捞杆过 然后回穿 然后第三根 第四根是这样的 从这的位置 然后走光电的中间穿过 第五根 第六根从前面 然后拉长 然后从标刀到后面过 穿过标刀前面过来 然后从这个光头过来 从抱脚轮到前面穿过 再回穿过来 然后卡在标签盘上 然后把这个卡住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穿过去 再来穿过去 再来穿过去 再来穿过去